新冠疫情期间 儿童重症的医疗资源相当吃紧 凸显重症儿童病床和专科医护紧绷的现况 在20多年前 每年有大约40万新生儿 2023年只剩13万多人 少子化让很少年轻医师愿意走儿科 让儿科住院医师招募相当困难 招募率只有79.2%不到八成 是内外父儿及五大科中最惨的科别 也因此有医院连主治医师 也得在第一线值班 而其实外科副产科等等 现在也是苦哈哈 以拥有众多权威医师 和丰富教学资源的龙头台大来说 也面临外科部招募住院医师 招募满的困境 我们询问医学系大六学生 他们马上就要进入PGYY 也就是第一年住院医师 我目前偏套的是走内科系 主要是因为在这边的话 内科风气很盛行 老师也非常厉害 所以在这边选择内科系的话 会获得非常良好的实习机会 以目前来说的话 最热门的应该算是小科方面 像是皮肤科 眼科 骨科 复健科 还有面临医疗纠纷的风险也高 也是有些年轻医生 却步的原因之一 外科的薪水其实没有特别高 难免影响年轻医生选择 根据111年 西医门诊各专科申报资料显示 内科点数最高 其次是复健科 泌尿科 至于小儿科 妇产科 病理科 麻醉科 则排在末段班 不过健保点值也无法视为医生的收入 其中还包括支付科内护理师 及医事人员等人事费用要扣除 而主治医生的平均薪资 大概月薪是32到35万之间 但不同医院和科别也会不同 而现在年轻医生最爱的科别 是复健科 皮肤科 眼科 因为不用轮班容易开业 不像是过往 医生的热门科别 是外科 内科 妇产科 儿科 现在大概都是五官科 大概最常就是皮肤科了 皮肤科一直是非常热门这样子 那最近几年 大概都是很多医学院的第一名 大概都会选皮肤科这个部分 人员不够的时候 其实你的风险就是越来越高 负担也越来越重这样 但是在国外其实他们就是 像我之前去美国 他们就是我们十倍的人力 一样的床数 十倍的人力 所以中间可以适当的休息 适当的调整 那就不会我们几个人这样哭哈哈 就是非常一直值班 台大儿童胸腔与加护医学科主任履历 在加护病房二十多年 现在人是24小时oncode状态 他非常担忧 当他们退休后 谁来撑住儿童重症 我们觉得基本重症 应该要照顾的这个面向 我们不能让他垮掉这样 那不然的话 其实你要找重症 就算你可以去美国 你来得及去吗 以前我们的医疗 都不考虑风险 他没有因为风险高 就把给付增加 这些部分 还有风险高的时候 更需要一个团队 大家一起来照顾 所以那个人力的需求 其实也是高的 那这个东西的风险转嫁 要个人就变成 那个人就是 倒霉就遇到什么事情 然后那个人可能就 这个医护人员可能就会因为 这些很不幸的这个事情 然后就觉得很难做下去 国家必须要将重症的 风险高的科别 提高给付 给予足够的人力 让年轻人愿意走这些科别 而不是只以救人的天职 希望年轻人牺牲奉献 别让重要科别出现断层 TVBS新闻张正安王一杰退步党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